在今年我国进行的多次海上士兵实弹演习当中 有一种从舰艇上发射 可以远距离攻击敌方舰艇的导弹 从它壮观的发射场景上看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那么它就是飞航式的反舰导弹 也是舰艇作战编队和海岸防卫部队手中预敌的一把海上长舰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两款新型的飞航式反舰导弹 它们都代表了中国在反舰导弹发展上的最新成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款我国的新型飞航式反舰导弹C802A和C602 和其他类型的导弹相比 飞航式导弹要长时间在大气层内飞行 有点类似飞机 因此在设计上和飞机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弹体射击类似飞机 这枚导弹采用的发动机也和飞机的喷气式发动机相近 这让它能以与民航飞机相当的速度飞行 配上先进的控制系统就可能贴海面超低空飞行 在海浪演应下雷达想要发现它并不容易 更何况研制人员还赋予了它一定的智能 可以提前规划飞行路径 专家告诉我们这一枚导弹权重只有一吨左右 却能打击上百公里外的目标 一向就击沉或重创三千吨级战舰 因为我们这个战斗部它有个特点 它是叫穿甲爆破 它先穿进去 然后到那个军舰里面去炸 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人这种效果是很好的 飞航式反舰导弹 是继火炮鱼雷之后 又一种针对舰艇发展的武器 现在这种武器已经成为打击水面舰艇的主流方式 尽管这行飞航式反舰导弹威风扒面 但一开始研制它的时候 却是研制单位自筹资金研制的 没有国家立项 这就相当于孩子出生了 但没有户口 因此研制人员戏称它为小二黑 估计啊 你们注意啊 荒地一片 71年开始 到77年 大伙真是呢 那家伙炸的一百多米高空 好多人跟着别人看的 都跑 选那个地方 这样一人一炸一飞起来 对附近没有妨碍 所以选的是荒山野岭 四十多年过去了 尽管已经被树木掩盖 导弹专家老丁对这里还是轻车熟度 正是在这里 老丁和同事们经历了导弹发动机试验的艰苦岁月 国家没有立项 导弹就相当于没有户口 没有先进的研制条件和实验手段 研制工作就如同摸黑走路 被称为小二黑的导弹 就在困境中艰难前进着 1985年考验小二黑的时候到了 这段记录是小二黑第一次打靶实验的视频 虽然已经显得斑驳不堪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导弹发射后紧贴海面高速飞行 直至击中靶船的震撼景象 定型实验中小二黑打出了六发六中的好成绩 其中一次实弹打靶测试 直接将数千吨的靶船打沉 1984年 从山坡上成长起来的小二黑 以英机8号的代号 走进了35周年国庆大阅兵的方阵中 震惊了世界 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 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飞航式导弹 到上世纪90年代末 飞航式反舰导弹的研制条件和技术能力 相比小二黑的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善 中国导弹研制人员开始考虑 给它装上和飞机一样的喷气式发动机 发动机就这样 不过射程远了 导弹也更加复杂 为了让复杂系统 在长时间飞行过程中稳定工作 研制人员没少吃苦头 在地面测试了就都可以了 就拉到天上去打 一打就不行 就出问题 给我们来讲说 你们要再搞不成的话 那我们就 这个型号就下马了 不干了 就在再失败就下马的情况下 实验队迎来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你想想看 二百多公里应该是飞了 有半个小时将近 很长时间的 因为带上的数据不断的往下传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 有点的是直到成功以后 因为当初压力太大了 当研制人员带着引以为豪的产品 踏上征战国际市场的靶场时 出示身手时的忐忑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自信和自豪 在国外我们现在还是真的是 发发成功 我们国家的五官 那个来接的我 他讲说你们 哎呀 这个弹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但是这个你们几发弹一打 人就知道尊贵了 尊贵还有这么好的导弹 我觉得 我真的感觉到 那个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们导弹有一份贡献 送你 会 我们可以 我 我们